第一届大本杯三醉三斗牛锦标赛 26号上午是在东华大学美轮校区体育馆火热登场 吸引了超过百位的篮球好手报名参加 选手们是磨刀霍霍全力争取最好的成绩 而在开幕活动之后 市长魏佳贤也和贵宾参加了趣味的游戏 和选手们一起来同欢 选手们在球场上不停抢分 激烈节奏也让球场中充满着球鞋的自制作响 让人看得紧张又刺激 第一届大本杯三对三斗牛篮球赛 26号上午在东华大学美轮校区体育馆火热登场 吸引到50组超过百位篮球好手报名参加 那我们知道在孙末年中 其实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赛事都没有办法如期来做相关的比赛 尤其是孩子们的一个篮球还有其他的运动 那我们特别谢谢曾理事长 那不断地在推动相关的一个篮球运动 跟我们篮球委会一起结合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有很多的孩子 无论是三对三也好 或是去月竞赛也好 都踊跃的上场 那我们期盼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有发挥体能的地方 也能够培养我们花莲篮球的运动风气 所以特别在此感谢理事长 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支持 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 让更多运动项目在花莲 有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发挥的空间 这场篮球赛事是由花莲市公所指导 花莲县青年发展协会主办 赛事分成老马组 舍男组 学生男子组 女子组 国小组等五个组别 原定要在大本运动公园篮球舱举行 全影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而临时移至室内办理 但选手们的热情与斗志不减 选手们各个磨到祸祸 卯足全力争取好成绩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